作为成熟魅力女郎的妹子,你是否已经厌倦了故作天真的甜美风,看腻了甜美可人的日海饭,还有让人觉得单排的T恤短裤穿搭?如果真的这么觉得话,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,不如实施直男最爱的法式优雅浪漫风。 也许时尚圈里每天流行的元素总是在层出不穷,但是有一种与众不同,独一无二的时尚调表却在时尚的泥潭里深入人心,那就是让人迷醉和心动的法式优雅。 这种优雅是法国都市女郎所展现出来的浪漫情怀,是男人们喜欢的独立,而又有情调的魅力女郎穿搭。 这种浪漫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,几乎所以人都无法拒绝的迷恋上,这种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魅力。 但是想要成为一个拥有方式浪漫的女生,并不是随便穿穿衣服就可以了,而是要真正的找对具有法式情怀的服饰,才能以一种较快的速度,将自己打造成法式女郎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法国女孩们不会过多的追求潮流,却有着自己的穿搭信条,可以做到毫不费力的时髦。 那么究竟有哪些元素是法式浪漫里的必然准则,我们来看一看。 荷叶鞭 荷叶鞭复古优雅,同时又甜美客人,在众多的时尚词典里,还被赋予了浪漫情,自然可以被列为法式浪漫的第一元素。 条文 虽然条文是比较简单的,但是对于法国女孩子而言,就好像是天生存在浪漫的一种元素。 无论是何种条文单品,往身上一套,就能散发出慵懒的时髦气息。 比较经典的法式条文有,黑白条文,蓝白条文。 这两种条文堪称是经典,大多数的人都用这两款来搭配牛仔裤,或者是半身裙,亦或是直接选择条文裙。 只要选择简单的版型,法式风格轻松穿出来。 印花 说到法式浪漫,怎么能少了花? 印花单品,尤其是印花裙,给人平易近人,随意舒服的感觉,同时还有浓浓的文艺气息,基本上所有的姑娘都可以穿出气场。 一件简单的印花连衣裙,搭配上古风古月的草边包,草边鞋,或者是顶上一个小小的草帽,就可以说是十分标准的法式着装了。 蕾丝 细腻的蕾丝面料,朦胧中带着少女的梦幻,总能在若眼若现间,透露出妩媚的风情,诠释出淑女情怀,让你恋上这种法式的复古柔情。 蕾丝